欢迎订阅明镜 那么大家对Posa是否熟悉呢 有没有用过Posa的Blocker Interceptor呢 那么在用这个Blocker拦截器的时候 有没有出现过什么疑问呢 如果有的话 那么您今天来到这个场次就来对了 今天我们的Apache Posa PMC Member 然后李鹏辉会给大家详细介绍 Blocker拦截器 下面我就把场地交给鹏辉 好的好的 我这些声音正常 正常可以听到 OK 稍等 我把这个切到全屏以后还正常吗 正常 OK OK 欢迎大家来到Apache 然后我今天分享的是Blocker Interceptor 这个Blocker Interceptor是在2.6.0的时候已经加了这个feature了 但是2.6.0发布的那个其实是第一次就加到2.6.0版本里面的一个Blocker Interceptor 然后我们又在后面的就是2.6.1 然后包括即将发布2.6.2 其实都对Interceptor又做了一些改进 然后今天我大概分享一下就是Blocker Interceptor大概是做什么的 然后你怎么样去编写一个Interceptor 然后还有就是Blocker Interceptor它是怎么work的 OK 在开始之前我先大概的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然后我叫李鹏辉 然后是来自Stream Native的工程师 然后在Stream Native之前我在智联招聘 然后也是在智联招聘那块主要也是负责智联招聘招联的一个落地 我同时也是Apple 2.4的Committer和PMCMember 那么在开始介绍Blocker Interceptor之前 我们要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们需要Blocker Interceptor 其实我们会有一些 也就是会有一些需求 就是我们需要在 也就是说会有一些我们需要实现的一些场景 但是我们需要在Blocker那一端去做一些拦截 可能我在这里面大概列举了一些例子 就是包括说一些类似于一些资源的一些限制 就是说如果说你想去不让你的用户去创建太多的租户 或者太多Namespace 甚至是一些其他的资源 就是你Producer的数量 Consumer的数量等等这一些资源 对那么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有一些是在Blocker里面的一些Config里面 其实也有一些限制 对但是那个也并不是很全 然后还会有一些 比如说你自定义的一些限制 也就是说可能跟你自己的业务系统相关的 或者相关的一些限制 那么其实这些呢 可能在Posa里面就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很好的支持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可能说我们需要一个插件式的一个interceptor 然后能让你把自己的一个限制的逻辑 能够集成到那个Broker里面去 那么这样的好处是说 你可以有自定义的一个限制的逻辑 然后去run在你的Broker里面 对 然后另外一个应用场景也是 我们也是在使用的一个应用场景 也就是Audition Log 也就是说我们当你把Posa应用在一个线上服务的时候 那么你可能你想去知道说 你在Posa上的一些变化 就在你服务上的一些变化 比如说你就有哪些client 比如说producer consumer 然后在什么时间点 然后连到了你的Broker上 那么他们做的哪些操作 然后还有就是说 你有没有修改过一些你的namespace的policy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信息 然后可能还会还会有一些 就是说有一些 比如说你想知道哪些资源 然后是被哪些客户端正在使用 就包括说你的topic 之前都有哪些client 然后往这个topic里面写过数据 然后又有哪些client 从这个topic里面又读取过数据 那么这个基本上其实是一个 可能是你如果是在线上去运维 这个Posa服务的时候 那么你又想做这种 比较精细化的一个管理 那么可能会涉及到的一块的东西 然后还有第三个就是说 对于整个message的一个跟踪 其实我们在之前的一个client端 然后其实会有一个client的一个interceptor 然后也有一些实现是基于client的interceptor 然后去做一些message tracing的一些工作 就是说我可以知道你的一条消息 然后是由哪个producer生产的 然后最终是由哪个consumer接收到 然后并且ache掉的 那么如果你想跟踪到服务端的这个级别 其实之前是做不到的 也就是说因为服务端并没有留下来任何痕迹 是说你的每一条消息 它都是由哪个producer生产的 然后被哪个consumer去消费了 其实这个是没有的 对那么这个broker interceptor 如果说你可能你想对消息 做非常一个精细化的一个跟踪 你想要知道这条消息 什么时间从client端写进来的 然后什么时间到了那个broker端 对然后他在什么时间就在又被堵走了 然后被哪个consumer堵走了 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消息链路的一个信息 那么这个也可以利用broker interceptor 然后那部分的消息的一个 对然后客户端的可能就是用客户端的那个interceptor去做 这大概是去在Posat上加broker interceptor时的一个初衷 就是说其实也是有不少用户 然后再提一些就是类似于偏向于自己 就是定制化的一些需求 然后可能我们觉得是说 如果是一个插件化的一个broker interceptor的话 那么可以去解决一些这样的场景 对 也有用户提过是说 比如说我会有一些我信任的一些IP的列表 那么我只允许这些IP列表的 就是在这些IP列表里面的client才能连我的broker 如果是不在这个IP列表里面的我想要去拒绝 那么其实这个就算是一个比较定制化的一个场景 对那么如果是电话的一个broker的interceptor 如果可以满足的话 那么其实用户的这个自定义的这个程度就会更高 就是我们不需要把很多这样的就是定制化的一些功能 那我们在里面去可能用插件化的方式可能是一个更好的方式 OK我们大概先看一下就是说broker interceptor 它工作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就是说一个大概的一个就是一个概览 比如说我们在Posa跟broker交互的呢 其实是会有两类 会有两类一类呢 就是说收发消息的client 也就是producer跟consumer 比如说他们会把消息会发送到broker里面去 然后consumer会拿走 然后并且会就是producer连接上来啊 consumer连接上来啊 然后去创建订阅啊 然后consumer断联啊 producer断联啊 那么都会有啊 这是就是跟消息就操作消息的一些API 然后还有另外一些呢 是相当于是一些web service 就是说更偏向于Posa运维的 就是像你要去修改一个namespace的policy啊 然后你要去创建一个partition的topic啊 对 那么这些呢 可能是工作在一个web service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 啊 粗就很粗的把broker里面可能就是对外提供的接口 然后大概分成这两两块 就是一个是broker service 一个是web service broker service呢 就都是跟producer和consumer打交道的 那么web service呢 都是跟一些admin的就是admin的一些工具打交道的 那么他们去做一些这种集群的运维工作 对 那么interceptor呢 其实他只是在你就是在你client跟broker service 然后打交道的中间呢 他会加了一层这个拦截器 然后在你在你的admin tools 然后跟web service打交道的中间呢 也加了一层拦截器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在拦截器里面 我们可以拿到你所有的那个client 然后跟broker service的一个交互 因为从你的client到broker的service 那么其实大家都是用这个不同的就是posa的command 然后再去做交互嘛 那么其实就是一个就是在大部分的场景下 其实就是一个rpc的调用嘛 也就是说我会发给broker一个request 然后broker会给我一个response 对 那么在admin就是在web service这块呢 其实他大部分都是一个http的接口嘛 那么这样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就是一对一的 就是一对一的一个交互的方式 那么在interceptor里面呢 其实我们我们要做的就是 我们要拦截所有从client 然后发送到broker的一些request 或者或者是说一些command 然后我们要拦截从broker 然后发出去到client的一些指令啊 或者是response的 对这大概是这个大概是就是broker interceptor 它大概作用在什么什么地方 对 然后就是如果说我们自己去 因为它是一个插件的方式嘛 然后我大部分是说我们具体的要实现 你的interceptor里面的一些具体的逻辑 那么是我们是需要编写一个插件 那么我们怎么就是我们怎么如何去编写一个插件呢 我大概写了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demo 就是说我们可以有五步 那么我们就可以去创建一个简单的一个broker的interceptor 那么首先第一步呢是说 在你的项目里面你需要就在你的插件里面 你需要去依赖posa broker的这个模块 因为我们现在的那个关于就是broker interceptor的一些定义啊 就接口的定义 然后一些broker interceptor的实现 其实都在broker就在posa broker里面嘛 其实并没有把它单独啊 就是单独拿出来 然后作为一个一个一个模块的 所以目前的方式还是说啊 需要去依赖那个posa broker的这一个这个模块 那么你天也就是说添加了这个依赖之后呢 你就可以你就可以去实现就是broker interceptor里面定义的一些接口 对然后这张图呢 就是去你去实现一个interceptor里面 interceptor的时候具体要做的一些事情 就比如说按这个例子里面 就是我实现的可能就是一个myinterceptor 然后我要去实现broker interceptor的这个接口 那么我我把最重要的三个方法 然后列了出来 就可能还有会有一些其他的方法 也就是说这是就是就是就是broker拦截到command 或者是拦截到request的时候 他会去调用调用你插件里面的一个逻辑 也就是说你需要实现这个接口 因为在broker那个broker那边呢 他操作的都是接口 OK我们需要我们需要给他一个实现 对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呢 是会有三个接口 也说第一个是onposa command的 其实这个就是前面那张图里面讲的就是就是producer和consumer 然后和那个broker service打交道的那部分 也就是说所有的无论是从 无论是从client然后发到broker的 还是说从那个broker然后发到那个client的 那么其实都会都会经过这一个方法 也就是说无论是就进来broker的还是出去broker的 那么都会在就是onposa command的这个里面 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实现的时候呢 就是说我们需要去就是说需要去判断 就是说这个这个command是是从broker发到client的 还是从client的发到broker的 比如说目前是没有在方法上去做一个区分说哪些是从就是client到broker broker到client我们只能在就是那个command的类型上去做一个区分 对那么这个后面会有一个更详细的一个介绍 然后下面的下面的那个on web service request和on web service response呢 其实指的是说就是就是一个其实是在一个是一个前置的拦截器 一个是后置的拦截器嘛就是说一个是你的你的ACP的请求 然后你刚请求到broker的时候可能你还没有做具体的逻辑 那么你现在要去做一次就是就先会走那个on web service request 对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的就是你会有一些你自己要去实现的逻辑 那么你也可以拒绝掉这一次请求比如说你认为你认为这个这个请求 比如说我们我们不会服务一个这样的请求那你可以拒绝掉 就这个也会我们其实我印象中记得我们也有一些接口 就是比如说我们不想给就是不想暴露给我的用户 那么可能那些接口呢比如说我的那个功能还没有开放 或者说我那个我还没没做好准备说我要去我要去认为这个功能 那么你可以你可以通过这个然后把它相当于是把它关掉 就是当请求进来的时候OK你这个接口是访问不通的 然后web service response呢其实是说我的就是处理这个请求逻辑 其实都已经执行完了那么他只是在在把 response再返回给那个客户端 就是就是当当 response已经发出去了之后那么你你拿到的一个后置的一个拦截器 那么这个地方呢可能你就没有办法去做就是你可能你只能做一些类似于 资源的一些释放啊或者是或者是一些去清理就clean app的一些工作 或者是你去继续整个的过程其实都已经就是整个的request response 的一个过程都已经做完了那么其实你在这个地方是已经改变不了 就是这个request这个就这个是请求的一个行为了 那么你可能只能去做一些这种收尾的工作的 这个大概是就是broker里面比较核心的你需要去实现的三个接口 当然你也不是说就是就是一定要去实现就是看你需要拦 就你想要去拦截哪些东西的如果是你不需要拦截web service的 那两个方法其实你是不需要去管的就可能你就控制就可以了 对刚才是第二步也就是说第二步就第一我们再回顾一下就是第一步呢 你可能添加一个Mainman的依赖然后第二步呢去做一个你自己的broker interceptor的一个实现那么第三步呢实际上是你需要在你的项目里面 就在resource matter in further services下面的你需要去创建一个broker interceptor的YAML文件那么这个呢是目前是一个固定的也就是说在broker那边 他就会去读这个文件然后这个文件里面的内容呢就是一个你的interceptor 的一个定义就是你的interceptor的名字叫什么 然后大概的一个描述 然后还会有一个最重要的是就是name和你的interceptor的class interceptor的class呢就是说你的interceptor的那个入口的那个class嘛 就是说这个class你是需要去实现那个broker interceptor的那个interface 那么你实现了以后 然后在broker就是broker拿到这个配置文件之后呢 他会去帮你去做你interceptor的那个实力化的这个动作 对所以这个配置文件也是一定要有的 所以如果缺少这个配置文件的话 那在broker那边是识别不了这个interceptor的对 然后第四步呢是说我们因为你要把一个就是你要把插件 然后要插到这个broker上嘛 那么我现在在broker里面的实现呢 其实是它是一个漏的那包的一个方式 也就是说你需要你需要去把你实现的这个broker interceptor的这个插件呢打成一个那包 对打成一个那包之后呢 然后你需要去把它就是放到一个地方 然后在broker里面去 在就是broker里面会找到这个地方呢 会去漏的这个那包 对那么我这个里面就是贴的这一个呢 其实是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那个build.na的一个plugin嘛 那么你简单的简单的话你就相当于是有了这个配置文件之后 就在那个maven里面的配置文件里面加上这个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在那个就是package的那一步 那么它就会帮你打出来一个那包 你有了这个那包以后 那么你就可以可以把它就是放到 就是你可以把它用在就是broker可以加在那个那个那包的那个路径下面就可以 然后第五第五步呢 其实就是就是我要在broker里面要去指定说我要去哪里去加载就是我的这些interceptors 然后还有就是我要enable的broker interceptors的一些name 就比如说我上面的例子定义的myinterceptor 你也可以有多个interceptor 也就是说你你可以在一个目录下放放很多个interceptor 然后呢你就你可以把那些那包都放在那里 然后呢你想要去interceptor就是你想要去开启哪个interceptor的话 那么你就要在那个broker interceptors 把他的那个name写上 就你相当于是你写几个name 那broker就会去帮你去加载几个interceptor 对这里面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的interceptor如果配置的有问题 也就是说你配置了他可能找不到或者是load那包的时候有问题 那么这个时候影响你broker启动的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你这个加载不成功或者是启动不成功 对那么这个时候你的broker启动的时候是会报错的 然后前面大概就讲的是说一个interceptor 那么他大概其实长什么样子 然后你怎么样去实现一个自己的interceptor 然后interceptor大概是怎么样工作的 就在broker那边broker是如何去让interceptor能够工作 然后能够拦截那些command 然后request 那么这个呢是一些细节了 也就是说当实现这个interceptor的时候呢 对于REST API那种呢 就是说我们看到的那个all web service request 或者是all web service response 其实那个是比较简单的 也就是说因为那个都是说你的request response 都是一对应的 也就是说当你想要去知道说 比如说是你的request是什么 然后你的response是什么 那么在你的all web service response里面呢 你就可以拿到request response去你就都可以拿到了 那么在跟posacommand里面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说 其实posacommand里面呢它是一个 相当于是一个RPC的调用吧 也就是说我client会发一个command 然后到broker broker呢再发一个command到你的client 那么我这里面呢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 就是我们所有的现在从client到broker 从broker到client里面发的command呢 它都是一个basecommand 就是上面这部分的一个结构 比如它里面的包含两部分内容 一个呢是一个枚举 就是说一个type 对 那么这个type呢就是会有 会有所有的就是broker跟client交互的type 然后呢还会有一个optional的一个command 也就是说如果说你的这个command呢是一个new producer的话 就是就是你是要去创建一个producer 那么这样的话对应的你的这个command里面呢 就是说你的那个type呢就是一个producer 然后呢你的你的那个optional的那个command的producer呢 它就不是一个空就是不它是有值的 那么其他的呢可能就是都是一个没有值的嘛 所以它是一个这样的结构就是说类型 然后加了一个optional的command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通过是说就是这个basecommand 你通过那个type你知道是说哪一个就是就如果是producer的话 那么我的command的producer是有值的 如果是producer success的话呢就是从broker给客户端说 告诉你你创建producer成功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producer success就是有值的 所以它是这样一个结构 然后我们再细看说command producer 跟command producer success里面呢 其实我们去除掉就是他就是自己去创建producer 或者是回给那个client producer创建成功 当然他会有一些自己的信息 那么其实对于这一类的调用呢 其实他都会有一个request id 比如说这个request id呢才是真正的能把这两个 就是就是一个request一个response才能够创起来的一个就是唯一的那个id 那么如果说你想做的是说我想知道说OK 你的创建的这个producer然后什么时候创建完的 然后给客户端返回的是什么 你就是请求的当时是什么返回的当时是什么 那么其实这个逻辑是需要你自己去处理那个request id的 也就是说你需要提前记录下来 然后我command就是request的时候 然后那个request id 然后对应的我的那个request的那个信息是什么 然后当response就当你又拿到一个 拦截到一个response消息的时候 你发现说OK他的request id是一样的 那么你就可以再去拿到那个你当时的那个request是什么 然后你也能拿到现在那个response是什么 那么这个时候你才可以把整个调用的这个链条给串起来 当然这个也不能代表说现在所有的在posta里面的command 他都是这样的 有的呢可能他并不是拿request id去串起来的 就比如说现在发送消息的流程 其实他是每一个producer呢 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sequence id 也就是说他能够串起来的呢 其实是一个producer name 然后加一个sequence id 也就是说你发来的消息 那么是从哪个producer发过来的 你的sequence id是多少 回给producer的时候呢 也会给就是给producer这个信息 我会给的哪个producer 那么这个时候呢是相当于是你通过producer id 或者是producer name 然后加一个sequence id的方式 你才可以确定说 OK这个这个消息是发进来的 然后什么就是给给那个给producer的一个回质是什么 所以所以这块还不不太一样 也就是说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都是request id就可以串起来的 那么可能还会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那么这个可能是需要在实现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地方 然后这个呢也是说在就是在大多数情况下 那么你可能你需要去拿到那个就是最基础的那个就是那个basic command 然后你想要去拿到他真正内容的话 那么首先你需要去判断他的类型 就是你你确定他是一个producer类型的话 那么你再去拿他的getproducer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才可以拿到那个正确的一个结果 对那么如果说你就是就是你你直接去就是不通过type去判断的话 那么其实每一个command里面应该是只有就是就是每一个发过来的那个basic command里面 他应该是只有一个特定类型的command在里面 对所以这个这个是你需要通过这个类型去拿的 然后我们前面其实讲的是说你的就是就是我intercept拦截到的一些command 和拦截到的request response 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把它串联起来 怎么能知道说你的你的这个response跟那个request 那么他俩是一组或者是说一些你就是你你怎么去处理你的一个command的一个流转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interceptor里面呢就是异常处理 也就是说因为interceptor呢你可以去拒绝拒绝客户端的这个一些command 或者是一些一些行为 对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有一个合理的办法说让让用户能够把这些信息能够反馈出去 那么所以我们定义了一个interceptor的一个exception 然后这个exception里面呢有个error code 有这个error code是做什么的呢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因为如果是restful接口的话 那么这个error code呢其实对应的就是你的http的code 也就是说如果如果你想你想给用户去比如说你想要去拒绝用户的这个请求 那么你可以把这个error code设计成500 那么把这个exception所有出去就可以了 那么在broker interceptor的框架层面呢 他开始到这个异常之后呢 那么他就会给你的就是请求方 然后会把这个error code然后这个message都会给你的调用方 那么对于就是posta command的那种情况 也就是说posta的二进制协议呢 其实也是一样的 在posta二进制协议里面呢 其实他也定义了很多的就是server error 比如说server error呢 其实也是一个int类型的一个code 对那么其实broker就是在client端呢 其实都已经在处理是说就是每因为他是协议上定义的嘛 那么在client端其实他是需要去把所有的error code有一个正确的处理 就是哪些error code是需要client端怎么处理的 那么其实client端已经处理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对于interceptor来讲的话呢 其实我们需要这个code 然后我们需要在restful处理 就是在那个http的接口处理的时候 还是在你发进来的command处理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在broker的interceptor的框架层面呢 都会去catch这个exception 就如果说catch到了这个exception之后呢 我们就会把这个error code 转换成一个http的code 或者是转换成一个就是那个server 就是posa二进制协议里面的那个server error的那个code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code 可以正确的返回给我们的client 那么这个时候呢client呢就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处理 那么这样的话用户使用起来呢也比较简单 也就是说我想拒绝啊OK 我就去throw这个intercept exception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呢是就是我大概截了一下图 就是说在posa里面二进制协议里面的server error的一个定义 就是只是截了一部分 在做interceptor的时候呢我们还加了一个error 就是有一个叫做not allowed error 就是就是服务端不允许你去访问的error 对那么其他的其实还会有一些特定的error 就如果说你只是去想单纯的拒绝掉client 但是你就是并不符合就是上面的那些具体error的话 那么你可以去所有这个not allowed error 那么客户端拿到这个error之后呢他会把client给断掉 然后也不会再去尝试去重连 对所以这也是拒绝就是客户端的一个办法 然后就是上面大概介绍的都是一些怎么去使用一些实现的细节 那么还有一块就是broker interceptor的一个生命周期 就是他其实是跟随着你的就是就是在broker启动的时候呢 其实他就会去load你的这些interceptors 然后load完之后呢其实他会有一个init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说假如你在broker就是在你实现的interceptor里面呢 其实你想要去拿到broker里面的一些资源 就包括说你的broker的配置的信息啊 或者是broker里面的其他的一些信息 那么这个时候呢会有一个init的一个阶段 也就是说broker在init的时候呢会把就是broker里面的一些信息 那么会会传给你的就是interceptor这个插件里面 这样的话你好这个这些自己的一些操作 对所以所以加了一个init的一个阶段 那么在init完之后呢 然后其实你的interceptor才可以变成一个就是可用的一个状态 对然后是在你的interceptor变成可用的状态之后呢 然后broker才会去打开自己的端口就是6650端口或者8080端口 才会对外去提供服务 然后以保证说不会丢掉一些那个那个那个就是丢掉一些请求 然后还会有一个close的方法 也说这个是随着你broker shut down掉的时候 你的interceptor会就是broker会去调用interceptor的一个close的方法 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去做一些这种清理的一些工作 就比如说你有开了一些资源 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及时的去清理掉 然后这个是就是init的时候的一个就是你需要去就是如果你想要去拿到一些信息的话 在init的阶段你是可以去他直接会把那个posa service然后会传给你 那么posa service里面去getconfiguration 那么就可以拿到这个configuration的一些就是broker里面的一些配置 可能还会有还会有一些其他的配置 那么这些是就是你都可以拿到的 ok 然后这里我大概就是如果说你想了解更详细的一个broker interceptor的实现的话 这里可能有几个pr 这里都是就是最上面那个可能从2.6.0就有了 然后下面的三个其实是我们我们最近一直在在把我们我们的一些修改 然后推到开源里面去 然后以保证说在2.6.2发布的时候 能不能够把这些改进或者是一些fix 那么能够包含进去 对这些应该我们计划是2.6.2会在国庆节 国庆节来了以后的第一周或者第二周 然后会开始发布2.6.2 然后到时候可能我们会把这些更新 然后全部都加进去 ok 然后我今天分享的broker interceptor的内容呢就这么多 然后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然后可以一起讨论一下 谢谢彭辉的精彩分享 我们看一下大家有问的话现在就可以提了 ok 大家有一个问题是说 加上拦截器之后对性能影响大吗 这个要看就是因为你可以你可以拦截到所有的posa command 也就是说看你要处理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 就是说如果你想拦截每一条消息 那么这个性能损耗肯定是比较大的 也就是说因为你想拿到消息你想要去做反学类化 那么这个性能开销肯定是比较大的 如果你想拿的只是说我就是如果你想拦截的只是说 我去拦截你创建producer或者创建consumer 或者是一些就是就是不是那个 不是消息上的这个拦截的话 那么其实还好 主要可能对还有一点就是 因为从调用到你的interceptor里面呢 其实是应该是那个IO现场嘛 所以这个里面的处理 就是说你你所有在这里面的处理 然后要尽量的去一步化 就是不要去block那个线程太长时间 对 然后后面也可以去做一些改进 如果说如果说有就是有在interceptor里面 需要做这种耗时操作的话 那么我们也可以去加一个worker的一个 就是就是我可以立先先开有没有broker里面有一些可以利用的broker的一些线程词去调度 就这样可能可能会好一点 非常感谢彭辉的回答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OK 如果暂时没有其他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的这个专场就先到这 然后后面如果大家对broker拦截器还有其他问题 欢迎在我们的slack或者是微信技术交流群中和彭辉来深入沟通 好的好的 想感谢大家参与 好的 好的 拜拜那我离开了 好的 大家可以从这个station中离开之后去切换到另一边 好的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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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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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